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张昭汉医师著2021年11月出版发行 6.影响身体之源 源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 可帮助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作用 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延缓衰老、疗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各种因素 称为医疗保健之源 反之会伤害身体 导致组织器官运作失调及热能严重耗损 从而造成症状、体力下降 乃至命危的各种因素 称为伤身致病之源 可见原要影响果必通过因 但若忽略身体运作或体质差异的因 却只谈医疗保健之源的功效 或伤身致病之源的影响 就会犯了气阴谈原 而说原治果或原生果的过失 换言之 切莫在治疗上 气阴谈原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医疗保健之源 如药食、按推、针刺、手术等 可疗愈疾病而说原治果 或在诊断上 气阴谈原 不谈体质差异的因 却谈伤身致病之源 如细菌、病毒、风寒、情绪等 可导致疾病而说原生果 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是要在生活中 落实医疗保健之源 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但原的作用并无绝对性 比如运动 虽会消耗热能 但适度运动 反而有助于身体将食物 吸收转化成热能 又如按推及热源 虽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但过度了 反而会造成体伤 及消耗热能 所以 原皆需在身体承受范围内 才能达到改善体质 乃至疗愈疾病的目的 医疗保健之源 医疗保健之源 可再细分为医疗之源 如正确按推原始痛点 或换处痛点 及保健之源 如善用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 此诸善缘 必须在生活中 一一落实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 无病可抗老增寿 预防疾病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 转危为安 二 伤身致病之源 伤身致病之源 如错误观念 缺乏运动 压力 生气 熬夜 劳累 外感风寒 中暑 药食过冷 或不节便智 不当检查 即手术 外伤 烫伤 环境污染 化学毒液 毒气 如化学废气 煤气 爪气 天然气等 毒物 如毒蛇 毒蜘蛛 虎头蜂 蜈蚣 毒蝎 毒蚊 毒蚊等 各类毒虫 即有毒植物 即各类细菌 病毒等等 上述各种 伤身致病之源 或可直接造成体伤 或会使热能 更加不足 影响体伤 进而产生症状 顾需尽量避免 若已造成伤害 则需考虑其中 较危急者 如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 毒物 及特殊细菌 病毒等所伤 会使热能大量消耗 导致体力下降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处理 处理此类疾病 必须通过观察症状 善用外内热源 并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以加强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如此才能速育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然而西医从果治病 通过仪器检查 以含量性药来止烫 解毒 杀细菌病毒 及控制症状 殊不知 如此诊疗 不仅 愚病无益 甚至还会加重症状 究其原因 固然与含量性药有关 但关键是 西医将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譬如流感 西医是以对付病毒为主 但病毒既非疾病之因 也非疾病本身 所以才会检查有病毒 却未必有症状 以疫苗处理病毒 不但不能解除症状 还超出致病范畴 有病毒属源 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 只需暂避风头即可 由此可见 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以产生抗体对抗病毒 是医学中的一大误区 事实上 不论是为了解决或预防流感 只需通过观察 按推原始痛点 及结合外内热源 就可达到 治已病或治未病的目的 明了此理 诊疗才不会误入歧途 将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 作为对象 举一反三 其余伤身治病之源 亦应作如是观 一人为伴 一命为师 永远不停步 永远不停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